我們開始要教的是光 先要教的是光的本質跟直徑 第一個是談的是光的本質 光是個什麼玩意兒 什麼東東呢 光是一個電磁波 我們講過什麼叫做電磁波 電磁波就是不需要靠介質就可以傳播的 所以它不是力學波 它不用介質 但是呢 有介質也可以 比如說空氣也可以有光進去 光了也可以穿過玻璃 所以玻璃可以傳光 透明的介質也可以讓光在裡面傳播 我們上次就問過了 我們說光不需要介質 我說 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 我暗示你答案 日常生活你就會知道 光不用介質 你在日常生活就能夠了解 光不用介質 停車站介問 你怎麼知道光不用介質就可以傳播 帥哥男二十一 帥哥男二十一 二十一誰 邱大哥第一名 第二名 來這是第二名 回答我問題啊 你怎麼 你還問我 顯然你上課超級世界不專心啊 你怎麼知道光不用介質 日常生活就能夠證明 五四三二一再見 生活中就知道了 日光星光月光 中間太空沒玩意兒 日光可以到星光可以到月光可以到 所以知道光不用介質 所以知道光不用介質 從中坡跟橫坡來講 光坡是橫坡 老師橫坡不是什麼介質運動方向 他又沒有介質 你就不要管 然後他就橫坡就好了 原因 以後就會知道 以後就會知道 現在你就記住他就橫坡就可以了 OK 這叫做電池坡有很多種 這個他的平譜 左手邊呢是坡長比較長 右手邊呢是坡長比較短 比如說無線電 微坡 紅外線 可見光 紫外線 S射線 Gamma射線 這些通通都叫做 電池坡 我們給你們交的 主要要講的可見光 就是你能夠感受到光 只佔 一小部分而已 只有一小部分你的眼睛可以感受得到 我們稱之為可見光 其他人你都無法感受到 不過呢他也是要電池坡 理解一下 我們講過了 我現在教你的光 叫做可見光 什麼紅塵黃綠藍電池那個 就是你現在能夠看得見玩意兒 就是因為有可見光 進到你的眼睛 引起你的反應 就看到咚咚了 所以叫做可見光 然後呢其中紅光的坡長比較長 頻率比較低 能量比較小 偏紅色這邊的就是坡長長 頻率低 能量小 如果偏紫色那邊的呢 就是坡長短 頻率高 能量強 能量強 所以他們的不同點是在他們的坡長 或者頻率 如果是在真空中的話 他們的光速是一樣的 在真空的話 他們的光速是一樣的 在介質就會不一樣 這會扯到後面的色曬以後再說 OK 那麼另外呢還有所謂的不可見光 就是不是我們眼睛感受得到的 我們有講兩個 一個叫紅外線 一個叫做紫外線 最靠不可見光裡面最靠近紅光的叫做紅外線 最靠近紫光的叫做紫外線 然後頻率最靠近紅外線 然後頻率最靠近紅外線 它會跟熱有關 這件事情記住 這件事情記住 我們地科會拿來用 我會問你 地科的時候我會拿來用 我會問你 好它會跟熱有關係 所以呢有一些東西就是造 現在你現在還有什麼遠紅外線有沒有 有些遠紅外線幹嘛的 讓你身體可以發熱啊 溫暖你的身體那種 就這樣 就這個 它跟熱有關 然後呢最接近呢 紫色光的就叫做紫外線 那它可以殺菌消毒 這也是我們 這兩個我們後面就會再提一次 這兩個我們後面就會再提一次 重點就是紫外線可以殺菌消毒 它對生命有害 它可以殺菌 所以呢 可以用不就是讓它來殺菌用 就了解一下 知道一下光的本質 光的本質是一個電磁波 其中有一小段人的眼睛可以感受到 叫做可見光 紅橙黃綠藍電子 不可見光裡面最接近紅色叫做 紅外線跟熱有關 最接近紫色叫做紫外線 可以拿來殺菌消毒 把這個事情記一下就可以了